中国的这个程序员 足球的老大被抓了 现在这个记者呢 说他都知道 你都知道你怎么不举报呢 包屁呀 包屁饭呢 因为我已经 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足球的前因后果我都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表现不会出乎我的预料 所以我很冷静 我现在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一个理性的见颜者 我愿意把这个 我理解的这个中国足球的问题 以及中国足球可能的出路 去向这个社会 信你个鬼 这里还有人说了 说 还有更多更长的内容了 不敢放 那到底是咋回事 放吗 让他举报吗 举报了 中国足球不就好了吗